全球讨论的最火热的一只猴子说起 从孙悟空也就是这一款游戏说起 我先给大家一组最新的数字 就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去查了一下 大家看画面上显示的还是1000万 但其实我去查了一下 现在全平台销售已经接近1500万了 最高时候的在线人数也是突破了300万 有人去算了一下收入 说是已经逼近50亿人民币了 那无疑的这一款黑神话 悟空就已经成为了现象节的游戏 而且它带动的不仅仅是一款游戏 包括了旅游科技等等 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那么相信大家也知道西方媒体很酸 我截了两个一个是BBC的 一个是纽时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上面的字眼 比如说包括了禁止宣传女性主义 言论管控都是这种话 我看到教授还专门录了一个视频 就在讲这款游戏 用了四个字叫 与有容焉 也请教授在这边点评两句吧 我之所以会觉得是与有容焉 就是我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主 这款游戏它其实包含的含义很深 尤其是哲学的含义也是相当明确的 首先第一个这款游戏是所谓的3A游戏 这个3A没有固定的定义 但是基本上就是制作的时间长成本非常大 还有品质非常精细 这三点大家自己可以针对于黑神话悟空的制作的过程 大家上抖音或者上快手都可以看到 有关于冯济之间就是他的CEO的谈话 这个作为3A的这个游戏 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它跟哲学有关呢 因为它突破了长期来讲 美欧世界的垄断 甚至于日本跟韩国的话 老早就已经推出来类似的游戏 那么这一次的话 中国首先推出3A的游戏的话 制作的过程 我自己非常非常深入的看 所以我才敢拍这个视频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予有荣烟 这个第二点 我觉得这个突破了文化上的一个返礼意识 也就是说 文化不当不应该是主角我们的沟通 文化是应该润滑我们的沟通 那么大家都知道 嘿嘿吃完老孙一爆 这是我们从小就一起成长的记忆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完完典型的中国文化 然后西游戏没有人不知道 然后孙悟空的话 这个里面所产生的一个效应 大家认同感 尤其是人情人认同感非常高 所以说我自己一直期待 以做年轻人自取 所以也是给年轻人的话 予有荣烟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它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不晓得小焦 有没有看里面实际内容 它一开始它里面所强调的是 有本领的人敢于跟当权派挑战 然后同时受到了打压的过程当中 大家必须要从最弱的最危险的开始 所以说当年 就是他们讲的不是孙悟空 而是说孙悟空带着很大的 本领立场大功劳以后 依然不能够渐容于当权势力 这个在年轻人心目中 不分国内外都是能够 引起共鸣的 心里的共鸣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游戏 一出场就达到了这个趋势 引发了年轻人的共鸣 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骄傲的感觉 也算是予有容颜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在现在的环境当中 很似孙悟空 他们会觉得自己空有一圣本领 发展的机会不如 那么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的话 就达到高超 另外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他里面那个陕北快输 那一般的话 很多人都担心 觉得老外听不懂 我们自己当然是 我北方所以说感觉上比较能够接受 没有想到他的效果出奇的好 文化上没有任何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文化自信的准备当中的话 要拿出好的成绩 要针对年轻人 然后另外不用担心 害怕文化没有办法传递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针对于从我们哲学的观点 拍了一段视频来强调悟空 黑神话悟空 他讲的内容不一定是孙悟空 但是他确实是 让我们心里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我非常高兴 中国的游戏节会创出这种新的成果 虞有荣誉 而且 虞有荣誉 而且就像教授说的 它是一种文化的输出 我去看底下的评论 有一些人用英文评论 他就在说 说以前并不太知道 关于孙悟空 关于西游记的故事 他说他要回去补课 你看他关于他说要回去补课 这就等于说你通过一款游戏 在输出中国的这种文化 所以教授就关于文化输出这件事 我最近在看的 网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搭配 给大家放下一张图 就是最近呢 因为中国的神话太多了 所以现在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 一个流行的新搭配就是 看《流浪地球》那一款电影 然后呢 用华为手机 开问界的汽车 然后再来玩这个黑神话的悟空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从华为的遥遥领先 到最近奥运会 我还特别找了一张四成一百米的 那个比赛金牌的图 然后再到这个3A游戏引起的浪潮 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说 中国年轻人的文化自信 正在逐渐的拉满 教授能不能从哲学的角度 给大家分析一下这种现象 这个文化自信不是一句口号 它是事实加规范 啥叫规范呢 规范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文化展现在 这个认同这个文化人的面前 确实需要达到我们前面所说的 予有容焉的感觉 然后它不是一个口号 它必须是一个事实的意思 就是说你必须拿出成绩 比如说你讲到《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我也拍过视频 刘志兴写的那个三体的话 确实是非常明显超乎的想象 而且的话《流浪地球》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 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家的概念 如果地球不行的话 就带着地球走 没有说是自己跑到火星去移民的 这个就是偷显出文化 我那时候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华为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自强的产品 它不是自信 它是自强 在任何的打压情况下 华为本身都要不断推出产品 其中包含问界 这个车子本身的话 我上次在福州的时候 参加了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时候 做上一台问界 他那边不讲别的 就讲说在遇到危难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打微信电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话 我觉得他说明一件事情 就中华文化在规范上 在世事上的崛起 是一个趋势 小焦要了解 我们哲学中谈到的趋势中间就是讲到 它是一个遍地开花的事实 不是单点突破 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人得了诺贝尔奖了什么 不 我们在奥运上得金牌 我们在新能源车上有斩获 我们在我们的小说余国奖当中 刘思新得奖 然后另外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黑神话的悟空当中是针对年轻人 这是第一版的游戏 请他小焦不要忘掉 接下来大家很多趋势 因为你刚刚讲到中国的神话太多了 游戏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突破了科技上的限制 你只要有想象力 你不怕没有题材 那同时的话 通过现代的科技 所以你本身的话 既新既旧 新你要有科技 旧的话 你要有神话 这个文化的出现 我们必须要强调 以往的话 那个Game of Thrones的话 讲的根本就是凭想象力编出来的故事 我们都觉得好看 那中国的文化 国内上有实质上的事实的认同 国外的话 他们想要理解中国的神话 这是相得益彰 非常非常好的现象 我觉得祈祷这一天的道理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对就像刚才教授说的 它得是一个多点开花 不论从科技 我们看到华为 看汽车 你看以前也没觉得说电动车 中国能够闯出自己的一帆天地 所以说在游戏界 想都不敢想 对啊 想都不敢想 你说现在游戏界出了第一款3A的游戏 就这么的精良 而且它的这个基准设得这么高 相信以后背不住在这个游戏的世界当中 我们也能闯出自己的一帆天地啊 期待着那一天 那是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啊 谢谢教授 几言 除此之外 其实还想谈到一点啊 就是教授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影视界 不仅仅是游戏 就影视界 我们都被美国的 比如说像曼联 等等这种故事 或者他们的一种价值输入 所占据着 您觉得会不会也有一种趋势 中国通过影视等等各个方面 也把中国的故事讲给全世界来听呢 我觉得中国本身的故事的话呢 内容非常丰富 但是首先呢 我觉得讲故事的能力 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差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实在话来讲 我们的哲学教育不行啊 我们哲学基本上的好老师 就是会讲故事的老师 叫好老师了 我们讲故事能力 因为我们不重视哲学的话呢 所以讲故事能力稍微差一点 那洋人他们很不一样 洋人无中生有的能力非常强啊 所以在现代的话呢 我们中国在新中国的话呢 就是慢慢地学到这里面情况 我必须要强调讲故事 这个故事的情节 是第一点就要引发共鸣了 比如说这个从这个 因为最近我看到了一个 讲到新疆的故事 一个叫李娟的女孩 然后她讲到新疆的话呢 能够配合她的那个现实的景色 所以说她获得了非常大的共鸣 然后另外的话刘慈欣 不要忘了啊 那个三体这个小说 不是只有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史里面很小的一段 她得到的是鱼锅奖 那会写小说就是会讲故事 所以说我们本身来讲 故事除了要感动人以外 引发共鸣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它要真实 让你听到这个故事 就觉得非常真实 那地球快完蛋了 这个是大家心里都已经有感觉的嘛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的话呢 我没有必要 也没有能力在这边教大家讲故事 但是我强调三点 第一个讲故事的重要性 第二个的话呢 中国题材非常丰富 然后第三点呢 大家从此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当中 像我这次受到了黑神话的影响 非常深远 以前我是不允许我儿子打游戏的 他在我面前的话也不接受 这个我们闹了快20年了 但是这一次的话 他教导我非常多的内容 他说爸爸这一次我要告诉你 你们哲学里讲的普世价值 在这个悟空里面一览无疑啊 我经过我自己稍微接触一下以后 我觉得说哇我的天哪真的是遇教于乐啊 你懂吗 我们要光是靠打没有用的 打骂教育不行的 但是玩游戏的话他学了很多 后来我反过来跟我讨论西游记的内容啊 那我说哇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太精彩了 我从小收到教育 吴承恩写得非常好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写 不畏强权展示自己的能力 孙悟空精神 你看着好了马上就要发扬孙悟空的精神 对年轻人来讲非常有共鸣啊 他们都觉得出了一口鸟气 用自己的这个熟悉的游戏 然后呢加上一个精彩的故事 希望把中国能够在游戏界 也能闯出一番天地 我们都知道 对啊 看吃来老孙一抱 你看这个有感染力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共同的记忆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